据了解有多名中国公民滞留加沙地带 我想请您介绍一下 他们是否已经从加沙撤离 中方采取了哪些措施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自巴以冲突升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冲突区域 中国公民的安危 中国驻外外交机构 根据国内的工作部署 一直同在加沙地带的中国公民保持联系 经过多方努力 相关人员已于日前全部安全离开加沙 有报导称14号美韩统多国 在首尔首次召开了一个 韩国联合国军司令部防长会议 这次会议重申了联合国军司令部 遏制半岛战争威胁和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的一个作用 来并通过和平宣言称 如果半岛发生威胁韩国的武力攻击 或者敌对行为 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成员国将共同应对 就是中方对自己和平 众所周知 所谓联合国军是冷战产物 与法无拒早已不合时宜 有关国家打折联合国军的幌子 举行会议 挑动对抗 制造紧张 是在为半岛局势火上浇油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 停止盗用联合国之名 谋取私利 以实际行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据报道13号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核工程处 主任专员称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南部 一栋联合国工作人员居住的大楼 同日 纽约联合国总部降半期 为本轮巴以冲突中遇难的101名工作人员 致哀 那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对加沙南部联合国工作人员居住大楼遭袭 深感震惊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我们对在本轮冲突中遇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表示深切的哀悼 暴力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 武力也不可能换来持久的和平 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 中方敦促有关各方 最大限度保持冷静克制 遵守国际法 切实落实联大10月27日决议 立即停火之战 避免更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 感谢 加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